修持长寿法,希望大众都能够幸福快乐 曼德拉瓦长寿法是尊贵的法王南开诺布仁波切 于1984年前往北尼泊尔连师长寿圣地 马拉迪嘎的托鲁寺朝圣时 于梦中有一法母受祭于仁波切 一言中取出之长寿法 曼德拉瓦原是印度曼蒂成且赫王的公主 是连师重要的佛母之一 他为了修持佛法而脱离皇室 与连师仅仅修持 最后与马拉迪嘎与连师共同成就不死之身 这也是马拉迪嘎成为长寿圣地之原因 坚波伊西王婆师傅开示 藏传佛教咒语很多 而曼德拉瓦长寿法有其独特的咒语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咒语 在这里就是曼德拉瓦 他有他的属于他的咒语 所以在这一次我来 我希望把这个修法带到这个地方 带给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众生 希望透过这个修法 使得这个地方的众生更加的健康 使得这个地方更加繁荣 昌生 这就是我的愿望 和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修法的目的 坚波伊西王婆师傅 修持曼德拉瓦长寿法 并在台湾授课教学 目的是希望众生快乐幸福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